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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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频道上做节目啊 那个破口大骂就是说 哇 他们不做了 这个节目不做了 我告诉你们 我今天晚上自杀了 全是你们闹的 我该怎么怎么 那你闻到知道 苏子子是谁吗 苏子子 苏子子在你这做过 苏子子在你这个座位上 做过我们 苏子来过这个节目 他的反应跟甘露露者不一样 他反应非常的 对应非常好 人家不叫裸摩 人家不成 人家认为做的是人体艺术 是他当时来到哈 我坦白讲刚来的时候觉得 他18岁还是19岁 还听文涛 对他来以前还先听文涛 描述了他一大堆关于他身体的事情啊 那我就颇有期待嘛 以为而且坦白讲颇有成见 以为要小女生嘛 一定很无知什么 结果对应的非常好 我觉得比方说有些节目 能请到这样的嘉宾就非常非常不一样 哎你看这就说到一个对应 嗯我现在啊 当然他们这段事情啊聊什么的都有啊 比如说有人说 说那个这个卫生局女调研员 说这节目味道不对了 那那么味道对不对 你说了算吗 就要走吗 可是后来也有人说说这个律师 你知道他这个舌站呢 后边你没放出来 后来这个你的男的那个律师啊 说是你律师说话不能那么粗 因为这个律师居然骂这个女调研员 骂他是傻女性生殖器 嗯那骂这种话 你知道吗 可是刚才那段看了之后 我最担心的反而是这个电视台 跟这个节目主主的人 这可能不是进行播出的 对但怎么会漏了出来呢 这肯定当局得调查下去 然后这个节目就恐怕就得给撤了吧 这个里面有些问题啊 比方说刚才那一段 不是没有播出阶的 没有公开播放是吗 是漏了出来 那背后就像闻到说出现问题 可是不管如何我们刚看刚才的情况 我是外行啊 你是内行说 我外行的看 我觉得这个主持人不公道嘛 坦白讲 你当主持人 来什么样的嘉宾都有可能 有人非常好修养 像闻到一样 有人好像痞子一样 像我一样 对 你当主持人你要懂得应对 坦白讲我觉得 假如谈应对的话 真的不懂得应对 不一定是那个嘉宾 是那个主持 你要懂得对于那个不同的嘉宾的应对 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嘉宾啊 那个女官员啊 一直讲 然后那个男的一直跟他辩论 也是跟他来同时间讲话 你不太了解我们主持人 据我所知 至少有一部分的主持人 包括我在内 比如说 要是今天做节目 你们俩打起来 你看我表面上维持秩序 心里边我可乐坏了 狂喜 狂喜啊 你知道吗 甚至拱火啊 甚至就有的节目 那背后都是说 你就 骂子骂子 你知道吗 就是你得挑起战火 因为 谁管你们是什么观点 嗯 观众收看收视率啊 你就发现人性里边的东西 我都看了 打起来 才好看呢 对吗 对对对 我记得我以前也上过一些节目 那些节目的编导也在后面说你 梁老师你不能这么这么斯文 不行这样 你得直接点 出野点 甚至跟我用这样的字眼说 你直接出野点不怕的 对 甚至有些人是洋狂变成真生气 你知道吗 开始是有点表演 不不不不不不不录了 这节目我不录了我走了 到后来你知道吧 人他你去你学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 对 我要进入那个情绪 表演体系吗 对对 我是学过的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啊 动作引起真情 对应该中心词一啊 对就是说 你现在哎 做一个动作 你抡起一把椅子 哗就砸在地上 完了之后 你发现你莫名其妙很愤怒 那这就是这样 有些辩论节目 他就是这么拱火啊 希望引导你嘉宾啊 就跟他掐架 跟他掐 掐掐掐到最后啊 真的了 对很多心理学家 其实整个理论是心理学理论啊 心理学家说啊 我们经常是说 我生气了 然后我才 或者我惊恐了 我怕了 我才跑 对不对 你倒过来 你先跑 你用某一种的速度来跑 跑了一下 你会感觉你的情绪来了 你会生气 你会怕 所以是动作来带动这个情绪 那说起这个主持人 然后说节目的编导 我也碰过啊 不仅是说来到节目 我告诉你说 就像文道刚才说 不要太斯文 太文雅 应该比较像文涛 那甚至有人啊 事前约嘉宾的时候 就先问了 巴博士啊 你有仇人吗 你有敌人吗 谁谁谁 我说就是嘛 我平常跟文道 不太对捧的 不太好的 他说好好我明白 结果第二天来到节目 他就约文道来 一看仇人见面啊 他先把这个组合来弄好了 所以你一定会吵起来的吗 整个请上席 所以你说说这个收视 我也闹不清楚吗 我最近呢就是回家呢 就家里人看电视 你知道吗 他们看的呢 都是中国最火的电视连续剧 所以那是最热的 当然我不看 我不看但是我有一耳朵 我竟然能听见声音 这些电视剧都是很优秀的 就是说收视很高的电视剧 比如说中国人的这种家庭伦理啊 什么家变呢 家庭都是搞这些 对吧 老百姓很爱看 但是我从中我得到了一个感悟 我就觉得啊 我这么整天在耳朵旁边听着 这个电视剧在我听起来全是在哭爹喊娘 我说这个 但他这个电视剧你要知道啊 他拍的很真实 为什么老百姓爱看 因为中国人的家庭就是这个样子 嗯 就是哭爹喊娘 就是哎呀 一打架一吵架哇哇 我就是你怎么就是呈现出那么一种 我跟你说啊 相比之下 我昨天看了一些日本这个人 日本人是另一个极端 你像这次这个大地震啊 他们找着看认去认尸体啊 居然很少见到有哭 而且一般见到自己的家属也会痛哭啊 但是日本人就是强人 因为他们有个很古怪的概念 他却不体面 嗯 就是说你这样烂情啊 不太体面 甚至于他们举了一个例子啊 就是说有个女人看见一个狗啊 死了的这个宠物的狗 哇一下就叫起来 然后这个女人的反应是马上跟这个狗道歉 嗯 这不好意思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或者就觉得自己就好像就亵渎了 我就觉得你看在另一个极端上 人家讲究的是这个这个体面一点 这个对感情啊 我们你看联想到平常个别游客 嗯 嗯 他不用吵架 说话都跟吵架 没什么两样 就是我现在突然发现咱们有这么烂情呢 嗯 不过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因为你刚刚讲的是那种家庭伦理剧啊 嗯 比如说我看的是另一种电视剧 我也会看到就是前两年不是很流行各种的战争电视剧吗 没错 跟战争题材有关电视剧 嗯 一开始呢 我以为全世界拍战争片 那战争里面的军人吗 对不对 说话总得出声出气吧 嗯 带着点几乎是张智的字眼 嗯 然后呢平常说话呢 就呼呼赫赫的 但后来我想想看也不对啊 比如说我看过一些英国拍的美国拍 或其他国家拍的那种战争题材的电视连续剧 没错 他们在枪林弹雨之中肯定要高叫大喊 嗯 对不对 但平常呢也不像我们这样子 就随时随地你就觉得很粗犷 对 后来我就想到原来这种粗犷感啊 它不是一个跟战争有关的题材才出现的东西 而是就像您讲的 连家庭电视剧也都很粗犷 对 对 我没有意思啊 可是你要解释家庭电视剧 它里面不同的角色嘛 不同的身份 也不一定只有粗犷 永远相对的 你都是粗犷 坦白讲演不出戏的 一定总有一些角色 特别的悲情 特别的听话 委屈 这个又说回来 有点像中国的戏曲啊 角色分明的 黑白 没练那个化妆啊什么啊 每一个角色 从戏剧延伸到社会 每个人什么角色 我们中国人一做下来先弄好 地位高低 辈分高低 角色 你是上司吗 还是兄弟 还是外乡人 是不一样的 有点像废下路通所说的 插序格局嘛 不过我先弄不过 插别的插序 我知道 这个怎么理解呢 插序格局 就是说先弄好这个器具 你要按照不同的器具哈 然后大家的关系啊 距离有多远 然后我才来决定 用什么态度来对应你 所以费孝东 日本人啊 日本人是这样的 费孝东的结论是说 所以中国人啊 喊了好久的中庸啊 是很难做到的 总是一把你看成自己人 哎呀兄弟文套兄 你出门 我都要把你送下楼的 送到你上车 一觉得你不是自己人的话 非常的残暴 外乡人跟你打的 一条乡村跟一条乡村的人 互打互杀 对 完全那个那个格局出来 可是问题是我 先去一下广告再说问题 腔腔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就算嘉辉讲的那种 电视连续剧里面那种 很受尽委屈的小媳妇啊 或什么 他们也常常大哭大叫 就我想讲这或许不叫厨业 这叫厨放 就是我们 我觉得今天的中国 处在一种很奇特的一个环境底下 我不知道以前的中国是不是这样 但起码今天我目睹的中国是一个 人的感情非常粗放 就是有什么情绪是很直接的表达 而且表达的时候是不怕夸张 不怕激烈 那另一方面呢 你比如说就算是在很正面的事情上面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字眼就看得出来 比如说我们今天去任何城市旅行 任何城市宣传自己的这个宣传语都会有激情 两个字 是 就你很少看到世界上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城市 像我们的城市这样一天到晚不要往自己激情 这个激情是什么意思呢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任何东西我们都不怕过度 永远不晓得什么叫做低调或曲折 口味极重 口味很重 就像我们这几年都喜欢吃川菜湖南菜一样 比方说像陈光彪去台湾做这个持散之旅 人家会说他太高调了 就不太好对不对 那后来陈光彪呢就从散如流 去台湾一下这个桃园中正机场 我看到他胸口别了一个章 这个章上写的低调之旅 他太不懂什么叫低调 那只好弄个低调之旅 所以你讲陈光彪 我就有体会 我就发现啊 就包括这个官员哈 就是你看陈光彪这个事一出来 我就注意 我那天还专门摘了一段话 他们没给我打印出来 我就觉得这个吴敦义啊 讲话 哎呦这真的就是说应对啊 应对是一门艺术 这个话如何说的特别妥贴 比如对陈光彪这个事情 哎哎吴敦义一来 吴敦义大概意思 哎就是说呢 说任何的善行 都应该得到鼓励 那么如果行善的人呢 他的方法更善巧 他就会得到更多的鼓鼓励 大概意思是这样 我就觉得这个 包括你看马英九讲啊 就是呃 行善呃 可以低调 扬善 必要高调 嗯 你看等于这个 这个一个说的一个话呀 他能够照顾到方方面面 这个东西啊是一种很 我我就觉得应对 中国古代的精英阶层 嗯 是有应对之学的 大家整个是说新语 讲的全是应对 你说什么话 我说什么话 反映了我们的这个智慧 对吗 在这件事上 我倒有些相对主义 我就不觉得是台湾的这些人物 一定更懂得应对 也许只是我们整个文化改变了 今天的中国大陆 就是也许我们变得 接受不了台湾那一套 嗯 比如像陈光彪这事 按照我们这边的做法 也许我们该说 我们坚决支持陈光彪这样的行善之旅 对不对 我们而且要气宇宣昂的这么说 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style 一个风格嘛 嗯 应对有时候双面了 像你说台湾的政治人物 那么讲话有时候非常得体动人 可是当他们吵架骂起来 真凶啊 也是很厉害啊 我记得不讲那个 那两个政治人物的名字 最近有台湾有一位女的政治人物 本来要出来参与一个很重要的选举 最近要退选了 后来退选 对 我本来不想讲 因为后面的话不太好听了 就就对 他就退选嘛 他说主要是受到日本的灾变的感动 觉得说生命太短了 他又推动环保什么 那后来当然就有其他的 台湾名嘴就出来讽刺他嘛 就说哎呀 你自己第一个人气不够 当然退选 第二个为什么人气不够了 因为你几十年来 整个外形都卖相没有很好 坦白讲那个名嘴他用的很臭 这个字啊 来说他 另外又讲了一个 我不确定应对算不算好的应对 他就说其实也没关系嘛 你不用退选嘛 动一点小小的手术那就好了 好很小的手术什么手术了 只要把脖子以上的都切掉了 哈哈 那就没问题 大家应对好不好 哎 你最所以你啊 这我的台湾朋友都给我讲 嗯 所以你看就是另一种情况 在议会上打成那个样子 他说你知道吗 拍到了打架的 当天晚上在一个卡拉OK包房 唱卡拉OK 他兄弟兄弟 他们演戏 是但是呢 你就会知道啊 中华民族 包括两岸 你知道吗 首先老百姓会注意这种高刺激性的东西 高声声音 只有这样 他会吸引眼球 能够引起个注意 能够引起关注 但是我就觉得 就说好像咆哮是我们的一种DNA 就是这个 所以以至于啊 现在在网上你知道吗 他们现在有咆哮体 就做了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反讽的一个利用 我们可以看看 现在时髦的啊 闻到咆哮体 我老读 读起来 我觉得这咆哮体 说这个这个 据说咆哮体最早的来源呢 源于这个有个什么法语的 学法语的网站上说 学法语的人你伤不起啊 什么新闻记者你伤不起啊 我认为这个读起来 跟天津话 跟天津话有点关系 尼玛都想成为一代名记啊 哈哈哈 结果沦为新闻民拱油木油啊 新闻记者都是坐公交 到处开会 跑场子和免费矿泉水 168个警探号 这就是咆哮体的特征啊 还要盼着能种再来一瓶油木油啊 请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你知道在我们三人行的嘉宾里 这个文道啊几乎就是没有人不喜欢他 跟他合作 就是因为你看文道身上说话 他有一种永远的温良公俭让 哎 这个我要做个补充 他以前不是这样的 真的以前 我跟他讲过对不对 好朋友 我以前也是游木油啊 以前我记得曾经对 好几年前嘛 反正我也跟你讲过嘛 说有一段时间哈 特别好像有点像智慧 智慧 智慧 不是就是那个不能靠近啊 刺慧 可能因为他那时候特忙嘛 好几个不同的工作在那边 不是文道你常年在大陆 为什么你你会不会感觉到 我们的这个辩论气氛火药味特别重 我觉得实在不只是辩论 而是整个我们的文化都推崇 或者是倾向某种的过渡 嗯 情绪的不是不压抑 嗯 各种表达的不要去拉拢他 不要去搜索他的这种感觉 比如说就像以前我也提过 就是说今天在中国有钱人 是从来不用忌讳自己的有钱的 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嗯 比如说所有的时尚杂志 专门针对有钱人做的行业 他们卖的广告一定要标榜奢侈 那奢侈 这个字眼很奇怪 就是以前的中国的富人啊 往往讲就是长富 嗯对不对 有钱人住的外头要看起来不怎么样 我们今天是绝对要高调的把它表达出来 当你能够买一个名牌包的时候 这个牌名牌包的这个logo 这个标志一定要很大的放在正面 就是啊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我老觉得这是个高喉咙 大嗓门的一个社会 对不晓得这个很真实 我小的时候我们就我们一家吵架啊 三层楼都听得见 就是大家都不抑制的 就我们中国人不压抑 你知道吗 而且呢 你看有一阵杂志上还探讨说 中国这主持人都爱喊叫 全世界最爱喊叫的主持人 那么我跟你说有很多原因 等着我可以另极探讨啊 其中至少一个原因你知道吗 不安静 中国没有什么地方是安静的 你比如说我要在国家大剧院主持节目 那里的观众假装也不是假装吧 就是在那个环境 我们可以平常说话 有些冷幽默或者什么 但是我发现在大多数的演出场合下 所有人都是不安静的 这就像我们过去为什么看琴枪 看什么勾抗入云呢 因为那个都没有一个安静的 谁也不节制 就是都是熙熙攘攘 不仅是室内嘛 室外也是 所以我去年因为一些旅 机会比较多去内地旅游 我非常惊讶 去到任何地方啊 比如说什么深圳上海广州啊 去到湖南 湖南的凤凰等等一些小城啊 有一个特点 到中国任何一个大小城市啊 在路上不断从早到晚 人家在想安 完全没有 有没有注意 没有必要的开着车啊 到那地方 没有必要的 大家都在想安 没这 想想想哪巴 不断想哪巴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